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上海南篮球员居明星 上海南篮确实要冲惯了 居明星也要被迫离队了 这名前广东红眼的年薪球员 在被广东红眼送走之后也是四处流量 先在广州队,后来又到了上海队 其实居明星上个赛季在李冲江的率领下 获得的出场时间并不是很多 与上上一个赛季相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水 那么下个赛季上海南篮的目标依然是总冠军 所以居明星在分线上这个位置 确实是可能是不让他在球队流队的理由 毕竟年龄也大了 因为可兰白克也要去山东加盟 然后居明星可能也要去其他球队 居心北京首纲要引进居明星 毕竟北京首纲的王校会要退役 然后宅小川也是不复当年之勇 朱元熙也是上年龄了 所以北京首纲要想在分线上加强引进居明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并且居明星的价钱也不是很贵 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交易 所以个人希望居明星在北京首纲也是能够找到位置的 毕竟居明星打球还是很有激情的 能持球突破 又能对抗之后的上篮 还能中投 所以居明星这名球员对于北京首纲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员人选 既然在上海队打不上位置 那么居明星肯定要另找出路 相信像居明星朱续航这样的非常有实力的球员 再换一支球队的话 也是同样能够发光 你看朱续航和居明星那个时候 基本上是同时送走 同时离开广东宏远 朱续航现在已经是新疆蓝蓝的一员 那么居明星希望未来也能够变得很好 也希望能够加盟北京首纲 那这样北京首纲的分线能够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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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